大家好 好几天都没有上场视频 因为之前不太舒服 现在比较好了 我在跟我的兰花浇水现在 刚好看见这颗天鹅兰 花包长得非常的好看 好像一串葡萄 就短短了 拍了一个视频 我的天鹅兰品种不多 只有两三个品种 这颗在去年开过花以后 我没有给它消灭 在冬天同样也是给它水分 但水分就给了很小 所以它去年的根基本上还在玻璃瓶子里面 我用的是盆底美孔这种 还是长得不错 这颗有点干啊 我一般都在早上浇水 一边吃早餐一边跟他们浇水 还是蛮开心的 秋天已经过去了 秋天已经过去了 我这边冬天到来 又有另外的一类兰花 再打花包 准备在冬天开 准备在冬天开 向面前解一类文心 米里文心 米里文心长了好多花梗 应该可以开很多 这颗寄住文心 都打了花包 这边有几个不同颜色的 所以我估计如果能同时间开 会很美 这几个花包已经很大 相信很快就会开 准备在冬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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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 这边的卡塔兰 昨天开了两朵 准备在冬天开 现在还有 一个花枪里面有发布 让它全打开 再跟它做一个介绍 黄鸟开了有一两个月 开很久哦 之前开的都已经掉下了 之前有另外的两颗卡塔兰 黄鸟开都已经掉下了 黄鸟海栽开 黄鸟海栽开 这颗都已经掉下了 花还在这边 我没有处理 这一朵 应该上面掉下来的蝴蝶兰 就让它躲在这边 还是蛮好看的 好啦 今天就看节目多 那这颗卡塔兰全打开的时候 我跟它做一个介绍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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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